你有沒有問這個問題呢? 人一世麥一世,我們來到這個生命, 瀟灑走一回,到離開的時候, 怎樣才覺得一世很划算呢? 是沒有浪費的呢? 是不是喝喝吃吃,玩嘻嘻嘻, 這樣就會覺得很划算。 其實我也不知道, 不過我看了很多高人的意見, 也都是親眼見過,真是很多很多不行的人, 他們來找我, 或者是剛好在我生命裏面, 我們有人生路友交叉點, 為何他們這麽痛苦呢? 我看到,為何有些人到臨死的時候, 是這麽辛苦的呢? 其實,我得到的結論就是, 他們不懂得怎樣去死, 生命只有一個目的, 我看到,就是懂得去死。 你知道,死亡是什麽呢? 你就會活得很好。 這樣咯,我們知道自己, 為何做了自己? 為何來了這個地方? 為何創造了這個地方? 明白了呢? 那麽就心安理得。 心安理得,這一世人就很舒服。 很幸福的了。 做什麽都行。 不是外面發生什麽事, 而是搞清楚自己, 其實是要做什麽事。 和你分享下我自己的結論, 什麽叫做無愧此生呢? 現在我發現就是, 你用天父的條件, 創造了自己。 天生我才必有用。 我們做人做得好有意義, 不枉此行。 到死的時候, 你就不會遺憾。 如果我堅持做了我自己, 到我呼最後一口氣的時候, 合上我們眼前, 我能夠說,笑著回答, 發光一聲,我是我。 占叔的歌詞。 我對得起自己, 任務完成了。 另一方面, 人生都好像一枝羊竹。 我們好像一枝羊竹那樣, 不斷發光發熱。 只不過是不知何時會燒完, 隨時都會。 如果我將這些光、這些熱, 不斷發光, 我對不起自己生命的富裕者, 對不起這個世界。 因為我的生命, 曬光, 沒有貢獻。 不斷發光。 相反, 如果我能夠對自己說, 我盡力了。 我好努力, 嘗試把這個地方, 搞到, 比我初初來的時候好一點。 這樣我有得交代。 我真是, 做人呢, 光光烈烈。 我一直都覺得, 人生好像打場足球那樣。 那積分, 贏輸不是那麼重要。 你身為球員, 有沒有盡力發揮你自己的長處, 為你全隊貢獻呢? 你有沒有全程投入高競賽, 享受了打球那麼過癮呢? 這個才是真正成敗, 關鍵在這裏。 我覺得, 天生我才必有用這句話, 是很有智慧。 在生命面前, 我如果是沒有忍的, 不投入的, 我沒有用到我的才華, 真是很罪過。 快樂呢, 就是知道自己已經盡了全力。 現在感覺到奮鬥過程, 好好玩, 很有意思。 這樣得到很大的自豪感。 因為我知道生命沒有白白浪費。 我覺得很滿足。 這就是我人生幸福的定義。